如果有人说娱乐圈的鼎刘小花和鼎刘小生周冬雨和刘浩然恋爱了你信不信 眼见为实不然肯定不信呢 9月1日刘浩然和周冬雨等人一起聚会 周冬雨向大家道别先行一步 刘浩然还往周冬雨车开去的方向张望似乎有些不舍 没想到周冬雨坐车静止前往刘浩然的家里去了 刘浩然并没有立马回家 而是和好友又去聚会吃其他美食 全程都非常低调低着头怕被旁人认出来 偶尔才和朋友聊两句看起来有些心不在焉的样子 后来接到电话刘浩然起身离开往家的方向走去 与周冬雨会合 第二天早上十点刘浩然和周冬雨都没有出来 看来狗仔队也是等不住了就先撤了 9月21日狗仔队再次拍到两人约会一起打网球 周冬雨的球技稍微差点寻求教练帮助 而刘浩然则在旁边看着 期间刘浩然还为周冬雨竖起了大拇指 及时的给予点赞 不过两人也很谨慎 先是周冬雨坐着保姆车回了刘浩然小区 接着刘浩然骑车单独回小区 司机也很有经验 每次放下周冬雨之后就去车离开 看来也是很有经验了 该媒体表示 刘浩然去周冬雨家里可以自己直接刷门禁卡 他们已经跟拍两年多 看来两人感情很稳定 没想到两人的恋情保密工作做得这么完善 狗仔爆料之后随后也有网友爆料 两人从去年开始就已经在同居了 而且他的时间并不短 其实刘浩然和周冬雨的绯闻传了蛮久的 各种细节也被网友扒烂了 两人也曾合作过新电影 平原上的摩西和燃东 从8月开始 关于两人的绯闻就一直没消停过 比如两人先后晒过同款角度的风景照片 周冬雨是去年12月晒出 刘浩然是今年晒出 网友经过对比照片可以确定 照片拍摄地是同一个地方 再比如 之前确实就媒体拍到了周冬雨和刘浩然在酒吧聚会 余记还称周冬雨曾两次去刘浩然家 还有刘浩然曾晒出气球的照片里面就有小黄鸭等等 说起来周冬雨还和易烊千玺穿过绯闻 所以如今在看当时洋人合作某歌曲时的这张照片 也是十分有意思了 2019年年底周冬雨参加了《经济节》 他和易烊千玺、王俊凯、刘浩然、陈飞宇等人 一起出现在了舞台上 彼时周冬雨和易烊千玺在舞台上 以此有偷偷牵手的动作 在他们跟前的刘浩然露出了吃瓜的表情 那时刘浩然不会想到 两年后自己就成了瓜主 在刘浩然成为瓜主之前 大众的注意力都在周冬雨和易烊千玺身上 那时他们因为合作了 口碑与票房齐飞的电影《少年的你》 热度非常高 绯闻也随之滋生 有网友爆料了一张疑似易烊千玺朋友圈的截图 有网友发现 该朋友圈背景图是周冬雨在2016年 晒出过的老照片 甚至还有人说 易烊千玺的社交账号的蝴蝶头像 出自周冬雨之手 理由也很简单 因为周冬雨曾经说过 自己喜欢方形脸的动物 而易烊千玺社交账号头条的蝴蝶的头也是方的 不过不管他们的绯闻传得有多甚嚣纯上 周冬雨和易烊千玺对此都没有做出回应 当周冬雨和易烊千玺的绯闻 在2020年还被传时 又有一位绯闻主角出现了 2020年8月 周冬雨被拍到和一名男子关系暧昧 深夜同回酒店一夜未出 在更早之前该男子还被拍到 在饭局上摸周冬雨的脸 周冬雨并不抗拒 因此网友怀疑他们有故事 经过网友申巴 这名男子名叫唐培燕 是一名富二代 也是周冬雨的大学好友 并且他与周冬雨的前男友 婷明星的关系还不错 面对这个绯闻 周冬雨依旧没有回应 反而是他的大学同学替他辟谣 唐培燕和他只是关系很好的大学同学 有意思的是 唐培燕在大学时就做过导演 获了不少奖 大学毕业后 他不去好好发展自己的事业 却跑到周冬雨的工作室任职 这不免让网友又多想了 在周冬雨和唐培燕在一起之前 他先后与林更新软惊天传出了绯闻 2013年周冬雨林更新合作的电影《同桌的你》 在这部电影开拍之前 女主角先定下了周冬雨 男主角却迟迟未定 当最终男主角定位林更新时 周冬雨非常高兴 他高兴的原因也很简单 因为林更新是一位帅哥 在拍摄期间 因为两人饰演情侣 又加上两人都喜欢打游戏 他们很快熟悉了起来 熟悉着熟悉之后 狗仔们就发现了他们都不对劲 有狗仔三次拍到他们约会 从狗仔拍到的照片中可以看出 林更新和周冬雨 搂腰拥抱很是自然 因此他们被一相恋 更有意思的是 林更新当时身边 还有一位相恋四年的女友 2013年10月14日 林更新的女友闹如 在个人社交账号上发文暗示 他与林更新已经分手 一时之间周冬雨被怀疑 介入林更新和闹如的感情 对于此 林更新进行了辟谣 他说他的恋情被编剧了 然而他随后转发了些有 有些人哪怕不属于自己 遇见了野豪等文字的微博 被默认与周冬雨之间的恋情 时至今日 周冬雨和林更新 有没有谈过恋爱 外界不得而知 他们之间的故事 随着软金天的到来 便没了后续 2014年周冬雨 软金天合作了暴走神探 2015年年初 他们合作了 西西里艳阳下 周冬雨对软金天很有好感 第一次见面 他就对他说 哎呦 我从小看你的戏长大 在片场 他们举止暧昧 在为影片做宣传时 他们打情骂俏 甚至周冬雨公开示爱 他在戏里很善良 身体也好 很有劲 面对周冬雨和软金天 这样的情况 有好事的记者 特意在记者会上问周冬雨 比较喜欢林更新 还是软金天 面对这个埋坑的问题 周冬雨不做犹豫 就对身边的软金天 说你 周冬雨这么一说 他们之间的绯闻 就更加深笑成爽了 又因为当时软金天 身边已经有了相恋 八年的女友 徐卫宁 周冬雨更是被质疑 介入了软金天 和徐卫宁的恋情 也许是因为舆论压力太大 软金天最后 对他与周冬雨的绯闻 做出了回应 他说 徐卫宁依然是我女人 冬雨永远是我孙女 在这之后不久 周冬雨 是已经唯一公开承认的男友 露出了真身 2015年4月 周冬雨一名男子 到三亚度假 抵达三亚后 周冬雨乘坐的价值 200万的豪车 便是该男子的车 他们还入住了 一碗3800元的度假别墅 进入别墅后 他们有一天时间没有出门 又加上那时的明星 防狗仔意识 没有现在这么强烈 他们忘记了拉窗帘 不拉窗帘 对狗仔的工作而言 简直是有如天主 于是狗仔拍到 周冬雨与该男子 亲热的照片 还拍到淋浴后的周冬雨 穿着浴袍 和对方互卫苹果的甜蜜画面 没过多久 该狗仔团队就预告 要曝光周冬雨恋情 面对这种情况 周冬雨的团队 建议他花点钱买断爆料 周冬雨没有采纳这个建议 他是个直脾气 他直接在个人社交账号上 公开了恋情 不给对方一点 以此牟利的机会 他写道 正式介绍下 他叫甜明星 我大学思年同学 今年初成为男朋友 热恋中 所以还需要好好保护 嗯 周老师 以后我会记得拉窗帘 这位甜明星便是 前文提到的周冬雨大学 是热友 许小璐的前男友 只不过 以如此独特的方式 公开恋情后 这段恋情并没有 迎来一个好的结局 仅仅一年时间 他们便分手了 与甜明星分手 三年后 2019年 周冬雨再度被传 与他的英文助教 在谈恋爱 他们被传恋爱 纯属偶然 一位网友在迪拜 偶遇了他们在一起玩乐 随手发了照片 发布到了网络上 这一发布 让网友对这名男子 进行了申巴 申巴后发现 这名男子是 周冬雨的英文助教 与周冬雨认识 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 并且他个人社交账号里 有不少和周冬雨的合影 甚至过新年 他们都是一起过的 他们双方的父母 和经纪人都在场 这种种证据 不得不使网友怀疑 他们相恋 面对这段绯闻 周冬雨团队进行了辟谣 团队说 网上传的恋爱情是假的 他们什么关系也没有 只是对于这个辟谣 有些网友并不买账 在他们看来 能让一个男人 搂自己的腰和肩膀 还经常一起聚餐喝酒 真的只是一个 简单的英文助教吗 不过说到底 这些瓜都没有 刘浩然和周冬雨 在一起的实锤证据多 如今面对如此多的 实锤证据 截至小编发稿 周冬雨和刘浩然 依然没有出来回应 对于此 更有意思的是网友的态度 对于周冬雨和刘浩然这对 疑似假戏 真做的心情CP 直瓜群众的意见 分成了几派 一部分刘浩然的粉丝认为 人家已经24岁了 完全有恋爱的自由 交个女朋友很正常 另一部分粉丝则觉得 明明有这么多女明星 为什么偏偏是周冬雨 对这位嫂子感到不满意 周冬雨粉丝的看法则是 作为年仅30岁的三金影后 男明星跟他交往 都属于高攀了 偷笑还来不及 谁也没资格嫌弃 至于广大陆人只想感慨 从零更新到一阳千玺 再到刘浩然 小黄鸭的绯闻男友们 个个都是鲜肉帅哥 简直堪称男神收割机呀 作为旁观者 男为婚女为嫁 如果他们出来 成人恋情了小编 还是选择祝福 大家怎么看呢